文化部為了高雷堅的團隊建築堅決競爭 不用等級組店合作 親家民眾接受多元寄問華黨的機會 中華館文化球和稻火劇團 總體八月二十五、二十六 在萬年堅的天下小劇場 基版《轉校生》園林版原村 歡迎鄉親擁有正午欣賞 這部由日本教堂台書平田之主的作品《轉校生》 故事是描述一間隔壁女子的班上 鄉鄉來了一個全學生 為其中隔壁校略對話來討論小年生命的存在議題 中華館文化球場標示 這次跟稻火叫團合作的全校生萬年版 是真算真是跟年齡努劇團來演出 受心動的演完分享自己的故事 真正展現出各中生 班上的正中 這次的彰化劇場藝術節 我們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台北的 稻火劇團跟日本導演 平田之主的劇本互相的合作 《轉校生》 《轉校生》其實在台北的演出 非常的轟動 也入圍了今年的台新藝術獎 《轉校生》其實他的故事是 曲智卡夫卡的這個變形劑 那一個人有21個角色這樣子 那當然在這21個角色裡面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劇本以及劇團呢 帶到彰化園林來 最重要的是呢 我開始在嘗試想要做一個我們在地的劇團 所以呢 這一次的演員呢 完全都是由我們彰化園林演藝廳來徵選 我們也參與了這個協助來製作 那排練也在我們彰化園林演藝廳 那我們使用在地的演員 那把台北的這個技術帶下來 那用日本導演的劇本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子 透過跟日本台北以及彰化園林的 互相合作 嘗試著開始來做一齣自製節目 那未來呢 當然是希望說我們彰化園林演藝廳 能夠變成一個更專業的劇場 除了提供這個專業的劇場空間之外呢 我們也有能力來自製節目這樣 非常青春的轉校生 完林辦 不僅已經開放買票 歡迎鄉親 可以到完林演藝廳 管上演出 在八月齊時會沒有三點半 在完林演藝廳 導師館也有一定有轉校生 局本創作不用回港車 歡迎鄉親 擁有參加 新中華新聞 北美林 中華彩虹報道 中華彩虹